對 我們事實上之前節目講過 有一次我們就談到說 美軍的前太平洋司令叫布萊爾 大家都在說 關切中國發展航空母艦 對亞太威脅 那他是算毒牌終於 他說鼓勵他發展 為什麼 因為很貴 讓你把錢燒完好了 你去燒燒看 有沒有本事像美國這樣燒 像他剛剛講到 造一艘新的 全新的2300億台幣 那事實上當然他上頭也 不包含彈射系統 甚至他上面的艦載機是哪一型的 都還不曉得 現在舊的是殲-15 那你如果像美軍的伏特級 電池彈射 美軍的伏特級是後來不斷增加預算 已經超過4000億台幣 一艘 一艘 4000億台幣單一艘 不含艦載機 艦載機上面有幾十架 最多可以搭載8到90架艦載機 那另外算錢 你像藏雷根號 這些 尼米茲號 斯坦尼茲號 這些都是尼米茲級 這些總共10艘 那未來他美軍 已經有一艘下水的 叫伏特級 它就電池彈射 現在的尼米茲是蒸汽彈射 電池彈射速度更快 它是它的1.5倍的效率 電池彈射是 蒸汽彈射的1.5倍 對 它一天可以出勤160架的戰機 傳統尼米茲的話是120架 那中國是什麼色 它就滑跳式 它還沒有彈射 所以它的 基本上它的性能沒有人家那麼強 花到2300億很可怕 那為什麼會花這麼多錢 我們不知道 因為中國很多貪污 過去遼寧號有貪污 也不是沒有傳出來 它那個中船中工的 那個總經理就被逮了 對不對 就是疑似洩漏機密 還有這個可能貪污的狀況 那2300億第一個很貴 第二個我們要知道 航母戰鬥群它不是只有一艘航母 旁邊的護衛艦呢 護衛艦基本上你像美軍的話 標準配備 大概是兩艘的提康德羅加級的巡洋艦 三艘的伯克級神盾艦 最少一艘到兩艘的潛艦 可能是威吉尼亞級或洛杉磯級 那解放軍它的這個航母戰鬥群 它同樣旁邊要有護衛艦 那剛剛有提到055 05當然是最新的 上個月它才正式曝光 超過萬噸 那一艘是230億 我都覺得不止 為什麼 因為你要達到那個戰力 以美軍的伯克級神盾艦來講 一艘基本上是400億起跳 台幣 一艘神盾艦400億台幣起跳 那我們就把周邊這些船都算一算 加一加你 要不要6000億 一個艦隊 一個艦隊要不要6000億 好6000億不是造出來放在那裡 都永遠他就不用花錢 上面官兵要不要給薪水 是要不要付錢 另外還有什麼 這個他們還不是核動力 所以要不要這個燃料 還有就是相關的維修 後勤補給 零附件時間到一定要換 那美軍的航母戰鬥群保守估計 一隻航母戰鬥群 基本上一年的維持費是600億台幣 它維持十支就是6000億台幣 一年 那這是不是燒錢 你有本事燒這個錢 你在美中貿易戰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中國準備要過苦日子 那你還要 是不是老百姓可以接受說 你要繼續窮兵獨武 所以美方當然也有將領 就像我剛剛講 那你就去發展啊 那這還是花錢而已 花錢你如果辦得到 那也就算了 花錢不一定辦得到 因為還有技術問題 電磁彈射弄到現在不曉得 還有他們要打造075B的 這種兩棲突擊艦 也是學美軍的 像黃蜂級 四萬噸 上面也要學人家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像加賀號這一型的 也就是兩棲突擊艦 全通式的直升機甲板 上面可以垂直起降 老公也要搞這個 那那一型的比較便宜 一燒大概900億台幣 那但是問題上面的艦載機 沒有看到垂直起降的在哪裡 他們只能用現在殲-15 殲-15那種的075B就不行 跑到太短 所以太多問題了 錢的問題技術問題 還有我們看到 未來它專制 繼續手段更加強硬之後 維穩的錢要不要花 去年中共的國防預算 一年是5兆 4兆多到5兆 隱傳預算可能還有更多的 維穩的預算也差不多這個錢 所以你看這個事實上 你要跟美國打貿易戰 你要窮兵獨五 到最後就是老百姓吃苦